勘字的国语注音是 柯安勘,一生勘 勘,一生勘 勘就是肖的意思 勘是像漏勺一样的机器 用桑木做饼,必须先加以灼销 勘也是柯的意思 王简储元碑 勘时以表德 勘时就是把文字磕在石头上 碑文才能够遗留下来 以供后人研究 在活字印刷术没有发明之前 文字是磕在竹简上的 后来才磕版为书 据河坟燕贤录记载 随开皇十三年 是废相遗经 其令雕造 是为柯书之始 是说随开皇十三年 曾经下令把残缺的人像 和遗落的经典 一律重新雕刻 这就是柯书之始 所以柯书可能是始于随朝 到了宋朝才大为昌盛 流传后世的勘印之书 也是以宋本为最早 所以柯书又称为柯本或勘本 现在则把一切印刷物都叫做勘物 开始发行叫做发勘或勘形 而定证文字的错误 叫做勘物或勘证 勘也是删改修正的意思 如果文章写得好 无从删改 就叫做不勘之论 要提出来做说明的是 勘虽然是一个很普通的字 但是我们常常容易写错 因为勘字的左边 从勘而不是从签 如果把它写成签字了 那就变成另外这一个欠字 这是另外的一个字 所以勘应该是从勘 从刀的字 因为勘是一种兵器 如干戈 引申为冒饭的意思 如干饭 而以刀饭物就是勘 古代没有纸笔的时候 是用刀把文字刻在竹片和石片上 所以勘的本意是削科的意思 所以在书写勘字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从干而不是从签 特别提醒您的注意 今天每日一字就介绍到这儿了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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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明天再见